中和有一名27岁的黄姓男子是硕士的高材生 不过他因为跟女友分手心有不甘 竟然在家里用了鸡精罐装着尿液跟体液 未遂女友泼洒 三天之内他又用同样的手法随机朝着女路人洒体液 被害人痛斥变态报警抓人 在早上8点多中和新南路的其楼下 监视器清楚拍下 一名27岁的男子跟在一名年轻女子的后头 手里准备了一瓶不明一体 没过多久就朝女子泼洒 男子快速逃逸 女子才发现不明一体居然是恶心的尿液和体液 被害人或是他们有来跟你们说 然后借你们的厕所清洗还是什么的 没有 27岁的黄姓男子是一名硕士高材生 因为不能接受和女友分手 居然就先在家里准备好恶心一体 装在鸡精的罐子里 然后挑戴早上犯案 除了女友隔了一天又对另一名女子下手 大概听到的时间都是早上8点 被害女子察觉一体不寻常 觉得可怕又恶心 赶紧报案 警方寻线抓人 男子表示自己只是想宣泄情绪 非常后悔 不过恐怖男友的可怕复仇 被依罪寒送 最后还是付出了代价 记者江仪仁关键药 新北报道